随着手机摄像技术的发展 拍视频已经变得和拍照片一样容易了 不过视频文件所占用的空间 要比照片大得多 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方便 比如上传视频文件太大了 就有可能会超过网站的限制 或者网速不好要等待很长时间 还有就是视频文件特别吃存储空间 一不留神就会让你的硬盘报警 面对这些情况 把视频压缩一下 得到一个较小的文件 通常会是不错的办法 比如把它直接丢进微信的聊天对话框里 通过微信的自动压缩 就能让视频大受伸 但让人沮丧的地方在于 使用这些非专业工具压缩出来的视频 画质会有明显的下降 很多人之所以对视频压缩感到头疼 就是因为他们既要明显的降低文件大小 又要肉眼看不出来画质的下降 本期视频就是围绕这个主题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可行的操作方法 压缩视频主要从三个方面下手 即分辨率、帧率和码率 分辨率大家都很熟悉了 同样一个视频 4K分辨率肯定比1080P分辨率的文件要大 把分辨率改小 视频文件的体积自然也就跟着小了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拿到手的视频就已经是1080P 甚至是720P了 再往下调整分辨率必然会影响到视频在不同设备上的播放清晰度 所以通过调整分辨率来减少视频体积可操作的空间并不多 接着来看帧率 视频是由一张张画面交替出现组成的 一秒钟出现60个画面的视频就是60帧 出现30个画面的视频就是30帧 如果把60帧的视频去掉一半的画面变成30帧 那视频的体积肯定会减少 不过大多数视频已经是30帧或者24帧了 再往下调整 视频就会出现明显的卡顿 这是比画质损失还要严重的失误 所以调整帧率也不是良测 既要压缩视频 又要尽可能的保留画质 最好的方法还是从码率下手 相比经常看到的分辨率和帧率 系统并不会直观的展现码率数据 往往需要打开视频后 通过播放器才能看到码率信息 它们还有各种不同的叫法 比如数据速率或者比特率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很多朋友对码率这个参数还是非常陌生的 通常来说 视频的码率越高 画质就越好 但是如果码率超出了一定的值 画质虽然也会提升 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了 比如这是我用系统自带的屏幕录制 获得的一段录屏文件 码率是74Mbps 现在我将它的码率降低到初始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18.5Mbps 文件体积也跟着变成了之前的四分之一 这个低码率的视频画质效果虽然不能说和原版一目一样 但是我肉眼是真的看不出来区别 现在我模拟一个更极端的情况 把这个视频的码率修改到3.7Mbps 只有之前码率的二十分之一 这个时候虽然能看出来画质下降了 但是降低的也不是很明显 而视频文件的大小被显著的压缩了 从之前的186Mbps降低到现在的9.3Mbps 视频体积被压缩了整整20倍 总结一下 修改码率 有可能在肉眼看不出画质变化的前提下 降低文件的大小 也可以损失一部分画质获得更小的文件 那用什么工具来修改视频的码率呢 不论你使用的是MacOS还是Windows系统 有两个免费的软件 都可以很好的执行这个任务 首先是大名鼎鼎的Handbreak 它最近还更新了官方的简体中文语言 只需要把视频文件拖载到软件里 这里的平均比特率就是码率 直接修改导出就行了 另外一个软件就是剪映 导出的时候 码率选择自定义就可以了 接下来要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码率调整到多少才合适呢 这个可以参考国内的在线视频平台 他们给你播放的影片 既要考虑清晰度 又要考虑网速所能承载的视频质量 所以会在清晰度和视频体积上 做一个权衡 那不论你是哪个平台的会员 其实原视频的码率并不高 一般也就在3Mbps到6Mbps之间 而我们用手机录制的1080p视频 码率可能最高达到了23Mbps 所以如果你既要压缩视频 又要保证画质还能看 其实是有很大压缩空间的 根据我的经验 可以先把码率设置在6Mbps左右 看看效果如何 需要注意的是 码率只能从高往低压缩 你手上的文件码率很低 那就说明视频已经被充分压缩了 想要进一步压缩 只能更改编码方式 这个稍后再讲 在压缩视频的时候 我们还会经常遇到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已经有了明确的文件大小要求 比如这个视频大小不能超过5Mbps 那么根据经验设置一个码率 等待转码后去查看文件大小 就相当于开盲盒 费时费力 其实知道了视频的大小和时长 是能直接计算出所需要的码率的 比如这个文件 它的大小是77.3Mbps 视频时长是20秒 那么一秒钟承载的信息量 就是3.87Mbps 这里用的是字节来表示文件大小 需要乘以8 把字节换算成比特 可以用来表示速率 所以它的平均数据速率 就是30.96Mbps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码率 知道的原理 我们就来尝试一下 如何快速的把这个视频 压缩到5Mbps左右 视频时长是20秒没有变 那么一秒钟的数据量 就是5Mbps除以20 变成了0.25Mbps 化学生成比特 需要乘以8 就是2Mbps 1Mbps可以约等于1000 所以说我只需要在 平均比特率这里输入2000 最终就能得到5Mbps左右的视频文件了 别看我在这里列了不少东西 其实套公式的话非常简单 就是你视频的大小 除以视频的时长 再乘以8 就得到了对应的比特率 这个文件之所以比我们计算的5Mbps要大一些 是因为它还包含了音频的码率 一般为了方便计算都忽略不计 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 掌握刚才所讲的内容已经足够用了 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些拓展性的知识 来解答一些大家可能会产生的疑虑 首先什么是码率 为什么码率决定了视频的画质 我们都知道视频是由图片组成的 比如我这个视频帧率是30 那么就相当于是一秒钟播放30张图片 连起来就成了视频 所以从直觉上来说 只要知道了一张图片的大小 做一下加减乘除的算术 就能算出来视频的大小了 我们常见的1920x1080分辨率的图片 为压缩的文件大小是5.9兆 比如在Photoshop中创建一个 1920x1080分辨率的项目 占用的初始内存空间 刚好就是5.9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 研究一下我列出来的计算公式 那么30张这样的照片加起来 组成一秒钟的1080p分辨率的视频 大小是177兆 这里出现了两个反直觉的地方 首先我们接收到的1920x1080分辨率的图片 文件体积要远远小于5.9兆 可能连1兆都没有 这是因为图片都被压缩过 以最常见的GPAC编码为例 它并没有把图片的每一个像素都记录下来 而是只记录了一些关键的像素信息 剩下的像素内容只是用算法做个标记 比如大块的纯色区域 没有必要浪费空间去存储 到时候重新计算出来就好了 这样就大大压缩了图片的体积 第二个反直觉的地方在于 这一秒钟的1080p视频文件也未免太大了 要177兆 即使把它全部改成压缩过的图片 按照每张图片压缩后只有一兆好了 90分钟的电影也要占用162GB的空间 和我们平时接触的只有几百兆的电影文件体积 完全不一样 刚才我们讲过利用GPAC编码 对图片内有规律的像素进行了压缩 而视频也是类似的原理 对于场景内变化不大的视频画面 它只存储了关键的图片 其他真的图片都是实时演算出来的 并没有存储下来 也就是说 一秒视频里面所包含的30张图片 可能只有3张左右是完整的 其他图片都是用算法填充进去的 那么初列算下来 可以压缩10倍左右的大小 正是因为视频算法的协助 才把视频的体积压缩到了我们可以接受的程度 所以回到刚才提出的问题 什么是码率 码率就是单位时间内 视频里所包含的数据信息 码率高就代表视频里面 给算法还原的关键图片数量多 图片的质量好 相应的就是视频的质量好 文件也会更大 压缩视频就是降低码率 回到今天的主题 如果既要降低码率 还要保持视频质量 其实还有一个思路 就是用更高级的压缩算法 比如用HEIF格式拍摄照片 保持同样质量的前提下 就能比常用的JPAC照片体积小很多 而使用HEVC编码格式 也就是H.265编码格式 所拍摄和压制的视频 在同样质量的前提下 也比传统的H.264编码的视频体积更小 那既然有了高级的算法 为什么还没有推广普及开呢 主要是卡在了兼容性上 在播放图片和视频时 因为压缩率高 文件的体积小 设备就需要更多的算力去实施解析 对性能有了更高的要求 很多老的设备是无法兼容这些格式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普通用户在压制H.265编码的视频时 由于对参数不太熟悉 并不能有效地缩小视频体积 在搜集本期视频资料的时候 我还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知识 由于时间的限制 就不一一展示了 我把它们制作成了一些 供大家思考讨论的问题 希望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理解和判断 1.同样的码率是1080P视频的质量更好 还是720P视频的画质更好 2.为什么有的视频通过M位导出后 体积反而变得更大了 3.为什么视频播放的时候清楚 攒停的时候就模糊了 4.为什么是有的视频 人物禁止的时候比较清晰 动起来就非常模糊 5.提升编码时间 可以弥补码率降低带来的质量损失吗 6.高码率不等于高质量 低码率一定是低质量 为什么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对你上手压缩视频 以及理解视频压缩的原理能有所帮助 这里是麦克云和堂 我是修康 感谢你的收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